耶稣進了聖殿, 正教導人的時候, 祭司長和百姓的長老來問他 你將著什麼權柄做這些事? 及你這權柄的是誰呢? 耶稣回答他們說, 我也要問你們一句話 你們若告訴我, 我就告訴你們 我將著什麼權柄做這些事? 若寒的勢力是從哪裏來的? 是從天上來的, 還是從人間來的呢? 他們彼此相意說 我們若說從天上來的, 他會對我們說 這樣你們為什麼不信他呢? 若說從人間來的, 我們又怕眾人 因為大家都認為若寒是先子 於是他們回答耶稣 我們不知道 耶稣也對他們說 我也不告訴你們 我將著什麼權柄做這些事? 有一件事, 你們的意見如何? 一個人有兩個兒子 他來對大兒子說 孩子, 今天到葡萄園裡做工去 他回答, 我不去 以後自己懊悔就去了 他來對小兒子也是這樣說 他回答, 父親大人, 我去, 卻不去 這兩個兒子是哪一個 招著父親的意願做了呢? 他們說, 大兒子, 耶稣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 碎利和娼妓, 賭給你們先進神的國 因為若寒到你們這女來, 指引你們走二路 你們卻不相信他 碎利和娼妓, 都信了他 你們看見了以後 還是不悔誤去信他 你們再聽一個比喻 由一個家的主人 開啃了一個葡萄園 四周圍上尼巴 裡面挖了一個榨酒池 蓋了一座守望樓, 租給玄戶 就出外遠行去了 收果子的時候快到了 他打發毒人 都懸戶那裡去收果子 玄戶拿著伯仁, 打了一個, 殺了一個 用石頭打死了一個 主人又打發別的伯仁去 比先前更多 玄戶還是照樣對待他們 最後, 他打發自己的兒子 到他們那裡去說 他們會尊敬我的兒子 可時, 願護漢見他兒子彼此說 這時承受產業地 來, 我們殺了他 佔他的產業 於是他們拿著他 把他湧出葡萄園外, 殺了 葡萄園的主人來的時候 要怎樣處置那些緣戶呢 他們說 要狠狠地除滅那些惡人 把葡萄園轉租給那些安時候 交果子的緣戶 耶穌對他們說 將人所丟棄的石頭 已作了防割的頭塊石頭 這是主所造力 在我們眼中看為奇妙 這段經文 你們從來沒有念過嗎? 所以我告訴你們 神的國別從你們奪去 此給那能結果子的物 誰跌在這石頭上 一定會跌得粉水 這石頭吊在誰的身上 就要把誰壓得欺難 祭司長和法利塞人聽見他的比喻 就看出他是指著他們說的 他們想要捉拿他 但是居怕中人 因為中人認為他是善治